在这几天的温度的感受上 你有没有感觉到一天比一天还要暖和呢 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逐渐的升高了 早晚的天气有点偏凉 这个礼拜的天气形态到今天的时候都还是如此呢 昨天的台北可是到了28度 到了南部的高雄可是在30度呢 准备要出门来看看户外的天气 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时候呢 北部地区的气温22了 天气晴朗 还有一点哦 东半部地区现在也是天气晴朗 今天东部的地形的云层倒是减少了 在西部到南部中部到南部呢 现在有一些高空的云层在 不过这种云层呢也不会下雨 现在是多云时勤的天气 南部到了24度 外岛地区的天气马祖19到了澎湖24 今天的天气中午会更暖和呢 外出防晒可不能少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台湾地区的天气晴朗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北边有高压了 再往我们高东边看过去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号台风 科吉拉 可以看到科吉拉很快地朝着东北的方向走 对我们台湾呢 当然就没有影响了 现在目前来说呢 台湾地区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干燥的气候环境 最主要就是北方高压 带下来稳定的空气 但南边的台风 二号台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 从地面天气图就可以注意到 目前呢苍宏中度台风逐渐地朝着东北东的方向移动了 在昨天的早上的时候 它的速度还很慢 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会转16公里 朝东北东走 所以呢到明天就要接近到旅宋岛西方的海面了 也就是说它明天开始要侵袭菲律宾了 到了明天到后天的时候就会逐渐地要登陆菲律宾了 目前看来在周五的晚上到周六的时候 就会接触到菲律宾的陆地 等到登陆之后呢 强度就会因为地形的破坏而逐渐的减弱 所以到了周日的时候 周六晚上周日就会变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了 对我们台湾地区来说呢 倒是没有影响 最主要的原因呢 因为我们北边有个高压 使得我们的天气很稳定 目前来看 今天的天气稳定 到了明天的时候呢 白天的温度会比今天还要再高一点 到了这个周日呢 风场开始要转南风上来 这南风一上来呢 相对的温度更高了 从北部的31度一直到南部 也是在31度 所以呢 未来的一个礼拜呢 都是属于稳定的好天气呢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五月了 我们注意一下大陆哦 这边还没有梅雨封面的云带形成 所以看来呢 到了下礼拜四以后呢 看看梅雨封面会不会到了 不过我倒有点担心耶 万一今年的梅雨不够的话 南部会先缺水哦 所以提醒南部的朋友 现在开始要节约用水了 再来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温度状况了 北部地区的高温今天到了28度了 跟昨天一样热 中午的感觉热 但早晚的天气呢 骑车还是有点偏凉 到了中部南部的高温 可是到达了30度 外出防晒不能少 中午的天气 尤其到了南部呢 是属于比较闷热的天气 东半部地区早晚云量多 但今天的云层是少了 所以今天的紫外线呢 从北到南可都会到达过量 甚至是到达危险级呢 小丁您倒也要提醒您注意了 主要中午的天气更暖和了 白天外出防晒 不可少 现场交还给赎分